None 有沒有什麼想對香港本地商戶說呢? 我最喜歡她們的態度是很XXXX 希望他們之後都會XD 想想一些實際是回到香港人的東西 即是回到去 起碼消費得... 強一點 消費來說在內地會比較便宜 還有選擇會多很多 有什麼印象? 怪知道 對 怪知道 真的怪知道 經常說會拐了你 然後去斬你的手腳 然後去賣 每逢長假期就有不少內地客 來香港玩 另外一方面 也有不少香港人會選擇不想消費 我們今次就調查一下 究竟香港人放假會去哪裡玩 想請問 你平時長假期會去做什麼 玩什麼 去旅行日本 即近一點的地方 日本 現在稅率低 其實本身都沒什麼意欲回大陸 除非真的去那些看景很美 少一點上內地消費 留在香港消費 都在香港 回大陸玩 都偶爾會去玩玩 有什麼令到你假期的時候 會寧願北上玩 而不是留在香港呢 便宜一點 大陸的便宜很多 消費來說在內地會比較便宜 還有選擇會多很多 我會去滑雪 我現在是大回來 但是這裡很難滑雪 所以一定要去大陸那裡玩 密室逃脫那些 刺激一點 什麼這麼刺激的說來聽 有些男生追你 很刺激 他會抱著你 我覺得食物會地道一點 例如說燒烤 例如說香港也有 但是在大陸吃會覺得 特別是野味一點 還有其他那些 順德菜 腸粉 這些 是 會地道很多 有什麼原因 是驅使你不回大陸 或者留在香港的 因為朋友多數都是在香港玩 我覺得主要是 你兩邊的文化不同 我喜歡看繁體字多一點 好像大陸什麼都要用 寶寶 還是 檢查那些 我又免得搞那些 大陸可能大陸一群年輕人 一起做的事 跟我們香港一群年輕人 一起做的事很不同 還有我覺得其實 大陸和香港 玩東西都差不多 不過你 你原來拼了我 剛才那句 我 我想是乘車 我覺得車程是問題 我覺得浪費時間 交通的時間都很長 我寧願在省時間 在香港玩久一點 都好過乘車 玩便宜一點 價錢一定是便宜的 但是吃了什麼樂透 就不肯定 如果食物的話 我對香港的食物 比較有信心 最後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 對本地商戶想說的 主要是不要 一來就全部都是什麼 手打檸檬茶 然後一來烤魚 全部都是烤魚 我覺得本地的餐廳 就不用特別去做 這一類型 保護自己本身 維善便不維善 就是不要特別跟風大陸 那些東西 牛肉牛丸 而副山畜大辣 可能就要在這個 服務方面 就要努力一點 做得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都是做這一行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 銷售員 或者是做 維善員 那些都是 覺得自己帶個鞋子 跟以前是相差遠了 因為以前的服務態度 跟現在都是真的有些分別 每個人都壓力大 所以都好像無可避免 人在社會有壓力 可能有些人覺得來香港 消費的就是 喜歡被人罵某間 佐敦很出名的餐廳 看看怎樣找個平衡 又可以有個香港的特色在這裏 我最喜歡他們的態度 很XXX 希望他們之後都XXX 這是一個本土文化 我覺得不可以妄滅 靠電視 就像阿雅 太子 太子 好